台東縣商業總會舉辦了新春春酒的聯誼會 理事長羅文勝已經連續第四任擔任理事長 非常的熱衷會理事務 不少會員都相當支持 理事長羅文勝 感謝你們 最主要是台東縣57個公會 理事長和總幹事和委員代表批評你們 因為我們有建議說 我們做生意的最多的都未來 所以我們就沒有請回家 所以我們來改春酒 今天改春酒的新春聯誼很成功 過去這一年 我們春酒的理事長和理事長團隊的領土之下 對我們共產業務的辦理都非常的成功 祝福我們台東的縣商會 能夠跟縣政府跟整個台灣的商業緊緊相連 在怎麼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大家都互相打氣 來大賺錢 賺大錢 感謝各位 謝謝一年已經來到了 今天十分之一 我在這裡每次拜託 祝我們大家 通人驚訝我們大賺錢 我們過年 萬少少的一天 大家新年快樂 我說我是關上的那個最感 所以和理事長 我是兩個兄弟 我們以前同學 做帥主的同學 這一次也在過年後來舉辦聯誼春酒 希望勉勵大家 因為會員大多都是企業界或者是商業界的老闆 大家也都在商業總會當中 互相交流來聯誼情感 春酒晚會也舉辦得相當熱鬧 並且進行了摸彩裁品 讓大家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春酒晚會 以上是用記者方愛玲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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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